欢迎收看护港直通车 经历了连续几日的下跌之后 今天内地股市走势比较波动 早盘有冲高 午后震荡下行 曾经是出现过倒跌 失守4100点的关口 中国平安市跌0.1% 海东证券的跌幅也是有3%的 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再会